作者,与大嘴气要马跑,又不跟马吃草,这句话形容美国一点不为过。 据参考消息往1月4日报道,美国国防部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防长兰德尔·施利弗,之前在接受大利亚媒体采访时称,如果想要给中国造成更多压力,需要日韩等其他盟友和地区伙伴参与,并声称,只要求这些盟国参与联合时罗等显示,力量存在的常规活动。 早在去年8月,施利弗就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发表讲话时扬言,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呼吁美国盟友参与到对华施压计划之中,依靠这些国家强大而现代化的海上力量,美国可以再不增加自身军力投入的情况,对华施加更大军事压力。 从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的亚太在平衡战略,到现任总统特朗普的印太战略,实际上是坏堂不坏药,都是美国为了强化其权求控制力,将军事施压作为一个重要手段,对我国实行全面遏制战略,降低我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。 近年来,美国不断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,提高美制韩防务合作水平,一心要把日本、韩国等国,打造成唯独我们的桥头堡。 在美国苦心故意的经营下,唯独战略取得了足有成效的进展,日本不断突破和平宪法约束,海上自卫队开始向越洋迈进,FAD系统成功部署进了韩国,美制韩亚洲班小北约出建规模。 在中国东海、南海、台海以及半岛,美国针对我国构筑的军事围堵圈,以成绩定势时。 在美日韩联盟中,美国作为主导者,把日本和韩国捆绑在自己的战车上。 如果美国在东海、南海、台海以及半岛这四个地方持续像我诗一样,挑起军事冲突不断激化矛盾, 如此一来,我国的周边安全环境,必将严重恶化,在国家安全和主持完整上,必然面临巨大压力。 大炮一响,黄金万两,美国带着日本和韩国在我国周边这么折腾,是需要巨量军费的。 特别是在世界经济下行的今天,巨额军费开支,将让这两个国家承受不了。 而且美国打造的亚洲版小北约也不是铁版一块,日版和韩国是丑未销,领土问题没有解决,两国关系是不是紧张升级,只是迫于美国的压力,而暂时放下了仇恨走在一起。 美国算计的不可谓不惊,但日韩同样也不傻,大家可都是死到永不死贫道的主。 美国这个欲拜国家,拉拢日韩山峰点火,首当其冲的还是日韩,他们的军事实力远不及我国。 美国把火点着了,见识不妙随时可以躲得远远的,遭殃的还是这两个国家。 在日韩谋求改善对华关系的时候下,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在建日韩,不仅要他们出钱出力,还要砸了自己的饭碗,却没有任何收益,试问哪个国家会干这种傻事。 只能说,美国实在是太高估自己了,还沉浸在他老子天下第一的莫名幻想之中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